軍事政府就結束了 那 普多利克也是一年多嘛 一年多美國國會也授權他 成立民政府 然後 就開始運作 但是古巴不一樣嘛 古巴 沒有割讓給美國 所以 他必須當地人民就自己要形成這個 民政府嘛 就跟台灣很類似嘛 歷史的軌跡都在那裡 台灣人沒有在看 台灣人好像只有看亞洲歷史不看 世界其他的歷史 這些占領的事情都可以找到 其他地方的證據嘛 還有一個運作的模式 所以 普多利克 古巴 什麼菲律賓都是可以 學習來了解什麼從 占領地走出來的 OK 所以這些地方 後來古巴 古巴 古巴成為這個獨立 獨立的這個國家其實 也是太快了你知道嗎 因為 因為最好我告訴你 你最好要做到 你所有人 把那個舊體制都忘記了 如果你舊體制沒有忘記 那那個 舊體制很容易就回來 對不對 你像伊拉克 伊拉克他想 他想佔領幾年然後給他 給他放出來 每一個人的腦子是那個舊體制 而且 伊拉克更那個 更有困難的是什麼 你如果去研究那些回教國家 你發覺 你要推行民族 那簡直是不可能 那些地方沒有國民學校 他沒有國民學校 他的學校是附設在那個 教會裡面 就是回教嘛 他附設那個 小學嘛 啊他們教他們什麼 教他們那個教條式的那個 那個 回教的那個原理嘛 所以他滿腦子都是那個 他不是有一般教育的那個理念 沒有 那 他們的宗教呢 他們那個 我有看過一點點啊 他們說 如果你認為 這個教育有矛盾 或是不合理的地方 那就是你不懂 他是這樣教的 所以你可以想 如果把這條寫在教室的前面 你認為不合理 是你不懂 你認為有矛盾 是你不懂 那 學生要不要問問題 姐姐不要問問題 沒有什麼好問 就是被送啊 他們就被那個 被那個 所以 回到家 他爸爸媽媽做事也是非常傳位式 在那種社會結構裡面 那這個地方你要推行民主 天大的難題 台灣 我來了三十幾年 台灣已經 已經使美國人都很吃驚 我剛來的時候 人家說 我要投誰 但是我爸爸叫我投誰 所以我要聽我爸爸 我剛來的時候很多台灣人跟我這樣說 我說 你投票不能自己決定啊 他說我爸爸叫我投誰 我就必須投誰 這個進入他的倫理裡面 他認為那個時候是 是他的家庭倫理是這樣 今天比較有改善 台灣比較 慢慢的可以改善 但是那些地方 他的 宗教就是這樣 他們不改 他們不會 他們不會慢慢改善 所以這個 這個真的很困難 那你又佔領一個 一個多少不到十年 等一下你如果抽兵啊 每個人的腦子都是那個舊體制 會不會馬上 馬上跑回去 這個我覺得我非常擔心 台灣到現在 如果你 如果你說 台灣被佔領到現在 五十多年 那 台灣 到現在有沒有消除 這個不同主權 彼此之間的這個 摩擦跟仇恨 也沒有 五十多年 很多人還是非常憤慨 喔 那個 中國人是怎麼樣 喔 那個台灣人怎麼樣 喔 那個什麼人怎麼樣 今天人家還是談這個 他非常不高興 所以 你要多少時間 你年輕一代 才能出來就說 哎呀 歷史歸歷史 我們現在 攜手合作 現在 在台灣才開始聽到一些人在 在講這個話 那個 二十幾歲有一些年輕人 因為我太太在那個 東吳大學 程序部 她在教書 現在有一些年輕人說 哎呀老師啊 啊 那個我們不太談那個 大家都在一起 所以 慢慢開始有人就好像要做融解 不過 這個是學生時代 他所講的 我太太說 他們畢業幾年後 他回來 跟他相處 他說老師你以前講的有的道理 我 我都 不想聽啊 我就覺得 是歪離啊 什麼 什麼不同 族群 但是哇 我 我去工作幾年後 我發覺 因為我是台灣人 我好像被排斥 其他人 他升天比我快 啊沒有什麼資格 什麼 他就是家庭背景不一樣 所以他馬上看到了 他馬上看到了不同的 不同的待遇 就是因為背景的關係 因為他爸爸或是他的祖父 是什麼 是什麼 國民黨什麼官員 什麼就不一樣 所以 很多社會線上 不一定是每個人觀察得到 對不對 很多人觀察不到 你必須親自體驗 親自體驗 OK 你才知道寫這個事情 所以現在 呃 這個 這個作為 我們整個 美國基本精神的這個 這個介紹是一點 歷史的 法理 讓我們了解說 怎麼會有 海外領土 他怎麼會有 不同的 不同的那個 體系 不同的 不同的一個管理的方式 那再者你問那個 在台灣學美國 憲法的 學美國社會 這些 他會跟你說 美國社會有這些特質啊 什麼什麼什麼 那涉及到法理的 譬如說他說美國有這個 陪審團 所以有的人認為這是很好的制度 當然陪審團 它是一個制度 它是牽涉到 你人民的一種 稍微比較客觀的一種 看法 和待人出事的一種態度 就是說 兩個美國人碰面 呃 你姓 你的姓跟我的姓一樣 那 有的就 就這樣 那 台灣人不一樣 你姓我姓不一樣 那你誰是誰 誰是誰 喔那你有沒有認識誰誰誰 就在追那個家族的那個結構有沒有 那 如果 如果 這樣的話 你做陪審團 如果你一直在 探討這個被告的這個家族 欸發覺 欸 他是我 我大叔的那個什麼什麼什麼 喔 法官 他無罪 你就是從家族的觀念去判斷這樣 這樣 這樣不是陪審團要做的 一個判斷依據 所以 也不是說好壞啦 也不是說 台灣這樣做 台灣很重視那個家族觀念 也並不是說這個不好 這個在很多方面也有他的好處啊 就是在陪審團方面比較沒有他的好處啊 所以 美國大法官他有判決 就是 不同 不同 地方 像以前那個西班牙俗的那個 那些島嶼還有 還有維京春島以前是屬於丹麥的 是丹麥賣給美國的 薩摩瓦春島 有一段時間在德國的管轄還有一些別的 所以這些地方有不同歷史文化所以 美國大法官他有判決 陪審團不是美國憲法 賦予海外領土的基本人權保障 No 這一部分 恐怕很多在台灣學美國憲法的 對這個他不了解 海外領土沒有保障那個 再來 美國有擁有槍支的那個權利是不是 美國 美國叫人權法典就是 美國憲法 修正案第1條到第10條 如果要探人權都是大部分都是去這裡去抓 基本人權在這裡 修正案第1條到第10條 第2條 擁有槍支 那這個是前世到 這個整個 歷史文化同樣是這個歷史文化的問題 因為美國以前 剛開始宣布獨立以後他沒有這個軍隊所以 每個人就把槍放在家裡 啊等到看到英國人來了就 就去敲中 敲落大谷的 啊大家在廣場集合然後往哪個方向走這樣 所以 這個是 可能成為民兵嘛 那 那台灣 沒有這個傳統 所以你要說 我們進入美國體系我們喔很好就每個人扣有槍 No 不會 那個也不是 海外領土是自動賦予的一種 一種權利 不是 不是 所以我曾經有整理過很多這個條文 尤其是第1條到第10條那個修正案我整理過很多那個條文 然後相關大法官判決 那個 英文我放在網路上 都是英文的 不過大致上就說 這些有好幾個 有好幾個大的東西 呃 跟台 反正你想想看跟台灣的歷史文化 當然你可以主張你可以說 這個三地人台灣的三地人曾經 有用那個武器 所以他可以說 我什麼樣的武器符合 我的歷史文化 我有這個傳統我應該 可以有這個傳利 這個這個可以提出來可以提出來討論 符合他的 他的傳統 他有特殊的需求 或是那個 男女的人說我必須有什麼什麼的武器我要捕魚種種 這個當然可以講啊 也不會說 他現有的這個生活方式要給他破壞掉或什麼 他需要這些東西來 來謀生 當然 這個是要尊重的 但是一般來講 你看到 美國憲法那個 修正案 前10條 有什麼跟台灣很大的不同的 你不必擔心的 這個不會說 硬塞在我們頭上 那如果我們要呢 我們要我們怎麼辦 你說沒有自動給我們 我們要怎麼辦 要當然你就通過你台灣地區的法律啊 你說我要什麼什麼什麼 我要通過這個制度啊 同樣的你可以 你可以有你特殊的那個 台灣 台灣以前 一直有那個 這個 你不知道別的地方沒有耶 是那個 什麼 盲人 按摩 才拿到什麼按摩 按摩執照耶 在台灣好像一直都有這個 這個特殊的這個法律安排嘛 盲人才能按摩 我想這樣 也 做不下去啊 那個 那種排斥別人要做按摩 這種法律 這樣不行 但是 我們正面去想 我們可以 通過我們的法律 其他的人雖然 可以從事這個行業 但是他的稅收 我們就那一部分 來補助 這些盲人 對不對 我們直接給他補助 這樣也可以 也可以解決 解決他們這樣 弱勢主權的這個需求 所以我們 我們有很多變通的方式 那那到底 那個美國憲法裡面 什麼什麼東西是基本的 什麼東西是 每個地方都可以 都可以擁有的這個權利 那都是修正案第五條的 Life Liberty Property Due Process OK 生命 自由財產 正當法律程序 生命 自由財產 正當法律程序 這個是最基本的 不管在哪裡 都要有 所以 自由 你 不是光看 一兩個字 你要看 傳盤的解釋 這個自由 也是包括 很多 這個自由是包括很多 不是光你所想的 隨便 隨便講一講 自由 這個包括很多 包括 旅行船 旅行船也是一種自由 那曾經 曾經 有人 就是 要有 要申請 他是美國人嘛 他申請美國護照 然後美國政府就說因為什麼什麼理由不給他嘛 那後來 就攔截他那個權利 所以後來告告告告告到最高 法院 好像那個時候是他的 他的政治傾向 有沒有 他是 他是做 他是某一個 黨的那個黨員 那個黨 在美國不受歡迎 這樣 是不是 不是 是看起來很 很 一般人認為很低賤的一種 一種政黨啊 所以他申請護照他們就不給他 後來他告到最高 然後到達最高法院 他說 他說 最高法院 三權分立 對不對 他 他說 你行政部門 或是立法部門 並沒有說明 很清楚說 你這樣的一個拒絕是目的和在你 你治理這個國家 那你拒絕他去 旅行就限制他的人生的自由對不對 那 你要達到的目的是什麼 清楚的列出來你沒有 一條法律 也沒有一條規定說你清楚的達到什麼目的 所以 你要限制人民的行動 你要有清楚的目的 OK 符合國家的整個治理政策 才可以 所以他們就 他們就取消他就說你不能 你不能那個 拒絕他的護照的身體 所以 你看那個大法官還是很有勇氣 他可以講的 他可以講的跟總統 180度的相反 他就認為 基於憲法我看不出你有這個 你有這個正當的那個理由何在 我沒有看到 所以 你這樣的做法我不同意 那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叫做那個 三權分立的那個基本精神 所以我們 我當然要要做到這點 所以 你從這裡看到 自由 他就保守 旅行權 所以我們現在 我本來 那個林博士他是申請 跟美國申請 公民 不是 國民非公民的護照 因為我們看那個美國移民法 好像有這兩種 一個是 一個是公民的護照 一個是國民的護照 其實他 他形式是一樣的 但是 他是 法律上不一樣 那以前 菲律賓在美國管轄下 他們就是給他 國民非公民的護照 美國 政府對林博士那個訴訟他很 激烈的就 就不要 不要同意他這樣一個訴求 但是其實你從菲律賓 的歷史來看 菲律賓人當作國民非公民 其實你看他所受到的限制 但是 嚴格來說跟外國人沒有兩樣 沒有什麼兩樣 他有 他不能隨便去美國他必須申請簽證 他如果要移民美國他有配額 OK 還有你說他 在美國什麼 停留不能超過多少時間 所有那個規定 他 他其實 也是把他當作外國人 但是他就是拿美國護照 所以 那現在 我們就 這個訴訟案結束以後 至少我們訴訟案的過程 達了兩三年 至少把這些台灣的議題都打到 美國高層都在看 因為我們每次就 提出那個 那個文 那個訴訟打遍書什麼那些 其實 高官都在看 因為那個東西很重要 他認為很重要 所以他才 充分了解台灣這個部分 的困難 所以訴訟 雖然 這個法官他認為好像多年來 台灣議題都是 行政部門 就是白宮 國務卿 他們就在 就在處理 所以 好像沒有他們一個清楚的指示 台灣的 台灣的主權在哪裡 台灣到底是什麼樣 法理地位 沒有這個清楚的指示 那我就沒有一個依據啊 來判斷你是不是應該可以拿 美國合法的護照什麼 雖然 法官 雖然這樣認為 但是 接下來就變成 我們就 展開跟美國官員的這個整方面的這個溝通嘛 所以往後 就是 我們不斷的 有機會跟他們談這個問題 一直演變到現在 不是說 那你就 台灣成為六州 然後每一州成 成立他的內閣 成立他的參議會 然後你這個熟悉完以後 就 就身份證嘛 就可以發身份證嘛 那身份證 像我們 我們樓下那個 一樓那個玻璃那個 靠近那個 電視間 那個有一個樣本已經有一個樣本 我們設計出來大概我們會 美國做的樣本就這樣 嗯 我堅持 那個簽名條要 比較長因為 我知道有的三立人的名字變成ABC也很長 不是說 不是說 隨便寫三個字或是什麼像 有的人的名字 那個國字 英譽成英文其實也沒有多長但是 或是你就寫三五個中國字在那也可以但是 有的三立人他要用ABC寫然後 他名字很長所以 他們本來要要那個簽名條要再放在前面一點點我說不可以 然後他們 一直在講說要 要允許更多的 的那個非華人 就是長期住在台灣或是桂花所以 那他們的名字都很長 所以那個 那個簽名條就是 就像信用卡一樣你自己簽名下去 然後我們 我們又在背面我們又放那個 合法的那個法理依據 這個也 這個也不錯 我們合法的法理依據就簡單的寫一下 那別人看了他會 了解我們在做 那開始 所謂這個身份上好像可以去美國就基本上 你不用去美國在台協會去面談 這個對很多人說比較方便 那如果 可以的話我們在爭取就不用簽證 就一步一步爭取那 那很多人在用這個卡的時候我們乾脆爭取 台灣民政府發 護照 我們就一步一步這樣 這樣 那個 這樣那個爭取嘛 啊 結果演變到這樣子 我 我 我前幾天我跟幾個朋友 在坐車 他們就說 這裡有個新朋友沒有聽過 你這個美國的這個論述 你要不要講給他聽 我們還有幾分鐘才到達目的地 那我在想 哎 幾分鐘啊 要把這個整個 美國跟台灣的關係啊 還有我們法理依據 還有我們什麼什麼 這個整個流程這個整個精神我要講給他聽 他又能聽懂 又能最好是跟我點頭說 哎這個我認為很合理 我怎麼 我怎麼解釋啊 後來我想到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我講了幾分鐘他就點頭說 好啊 很好啊 我想到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我就說 是這樣 美國 現在 要 發 那個 台報證 我就說簡單的說就是美國要發台報證 不是中國有什麼台報證嗎 那美國也要發嘛 他就一個身份證明就是美國 美國用了嘛 所以將來就是這個確定就是台灣人們 我現在 有很多那個什麼 地下的那個在搞假護照的 什麼 各大堆一大堆的那個那個不法集團的嘛 所以美國就用那個要用高科技來發給台灣人 一個這個證件 那這樣子你 出入境美國 你就用這個證件 然後這個他就知道你確實是台灣來的 你不是 你不是別的地方 東南亞別的地方就 冒用一個什麼台灣人的護照啊什麼種種啊 所以他說他 打算這樣做 那他不再看 台灣這個中華民國合法的那個護照 或是那個身份證 將來美國 從那個身份證可能會直接發 那個台灣人的護照 所以你用來跟美國來往那 maybe 也有可能 美國就交其他的國家 因為這是最高科技嘛 他裡面有好幾個 防圍造的這個機制和什麼 所以可能這個會變成 他們發的這個證件 那個先生說 這樣好耶 這樣很好耶 這樣對我們也比較有保障嘛 對不對 因為 如果你入境別的國家 他是認為 你可能是中國的什麼壞人 然後冒用什麼護照啊 因為那個而防你 那你不是受到很多限制嗎 所以 如果你用這個是同情無阻 那好耶 很好啊 這個非常好 而且好像 感覺好像 美國才給我們多一層保護嘛 他說好啊 那我去哪裡申請 我就這樣幾分鐘我講給他聽 他完全 他完全OK喔 所以 Maybe這個是一個很簡便的一個方式 把這個 把這個基本精神把它說清楚 這是我 我所想到的 一般 我可以說到 最後我說到一點 比較 比較有趣的是 就是我們在美國就是 我們高中 剛好我 我去的那個私立高中 三年級 我們 就所謂 國中三年級嘛 他我們要學那個 美國歷史 但是他學的美國歷史就是從 美國憲法的那個連結起來 然後看那個大法官判決對美國 社會演變有什麼樣的影響 和什麼樣的情形 所以我們就是這樣 學一年下來 我們老師也常常鼓勵我們去那個 那個時候只有圖書館沒有網路嘛 就去圖書館 你有什麼進一步的問題你就看那個原始判決 就看很多這個東西發覺說 哇他裡面真的 他講的 講的很詳細 然後講的那個法理 很深的 所以就像我們剛剛講的一些有關 美國西班牙後 的一些那個判決 像有關古巴有關 Puerto Rico 你印出來那個判決你今天印出來八九十頁 你看那個時候沒有他自己眼 他是用什麼用手寫 裡面那個法理是 哇他研究的很細 所以你看到很多這個東西其實你可以了解 你可以了解很多 所以同樣的我們看 我們只要看美國憲法我們只要把有關台灣的文件 我可以擺在旁邊 我可以開朗宣言 Poltsdam宣言 什麼美國總統克林頓 曾經有一個有關台灣行政命令嘛 可以把這個 三個中國美國的這個公報 全部把這些東西排在這裡 舊金山合約所有的 那我就把這些東西我就看哪一個比較重要嘛 那我就回到美國憲法去看 因為他的位階在哪裡 結果整個看完以後一個一個看看看 一個一個看 你只有一個結論 舊金山合平條約是最高的 因為他寫得很清楚 第六條就是說 凡是那個參議院通過的這個 這個條約就是跟憲法的位階一樣高嘛 所以你就知道台灣問題的答案在哪裡 你其他的可以擺在旁邊 你就專門研究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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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裡面 你裡面 凡是牽涉到台灣 你就把那幾條打勾啊 第2條 第4條 23條 那什麼 你 你就是把那幾條打勾 然後你開始研究他的文字 然後你就回到 美國大法官判決 像 第4條 第一談 軍政府嘛 Military government Military government是什麼東西嘛 你就回到大法官判決 美國 第一個談 Military government 比較多的判決是 1866年 是有關美國佔領 墨西哥的一個判決 啊他就跟你談什麼叫 啊 就是 軍政府與戒嚴法的差別在哪裡 哪一個用在哪裡 然後跟憲法什麼關係 你就看那個 你就懂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說這個是我們 研究 為什麼要從 從美國憲法那邊出發 你才能把這些東西都 都合而為一對不對 因為他所用的 就像周金山和平條約用的文字或是 其他就是他的真實的意義你要回到憲法去看 從憲法跳到大法官 那個判決然後這樣把它組織啊美國什麼治理 這個海外的地方啊有哪幾層 美國治理那個 佔領中的波林 那個是什麼情形啊為什麼形成 美國在波林法院 為什麼美國在波林法院是什麼一個法理 那你就可以回到憲法去看然後你去找 那個在波林法院的那個組織法來看 喔這個 這樣頭腦就 對那個佔領地的總統就打開所以 我想將來我們也應該 要有這樣的一個法院在台灣也是幫我們處理某些事情 OK 所以今天 看到美國 憲法一些基本精神大概我就 簡單的談到這裡吧 所以就謝謝各位 自動聽到這裡 以前 敬禮 我們走 最後一刻 我們走 你們走 走